喜瑞斯商城新品开张了 欢迎大家打开陈一发儿 点淘宝点康前去选购 有些人说为什么我老说被X坑了 但是不说怎么被坑的 那是因为这个酒精度数实在是太低了 真的 我也不能喝着矿泉水 在那儿洒酒疯啊 对不对 酒量太好了 我都喝两瓶了 这怪我吗 你看你看你们这些人 周姐谈恋爱了 你才知道啊 我们这边都聊过了好几天了 你二级上网啊 我觉得谈恋爱就谈恋爱了 首先我也不好意思教她周姐 显得我装嫩 周叔一谈恋爱那个事情 我本来觉得没什么 我是有点看不上rapper 因为我觉得说唱是男人最好的衣美 我觉得也没啥文化 歌曲风格也不是我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人 男未婚女未嫁 那是人的恋爱自由 如果说老公粉 或者说她的粉丝 想要脱粉 想要觉得她怎么跟这种 他们大家觉得不那么优秀的 或者说很不优秀 很差劲的人谈恋爱 我觉得想要脱粉 想要骂她 我觉得都是一种自由的情感表达 但是我不喜欢大家就是 在那里进行一些荡妇羞辱 一会儿就是开李小璐的玩笑 什么皮疾管是不是真的很大 或者真的很行 这下一路同行了之类 我就不喜欢大家谈恋爱 谈恋爱 因为开很多那种关于女性的 男性的那种升职器玩笑 我就觉得显得很low 我其实关注了周叔一的抖音 然后有时候会刷到她 我看到她下面的评论 我就觉得如果我是她本人 我真的高血都要上来了 我觉得她现在应该不看评论了 我觉得 应该不看评论了 应该觉得 看来就会嘎过去 我觉得PG1可能很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吧 这个一点也是比较难得的 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哪个都是爱情 李佳琪那个事情 我也觉得就是飘了之后 有点口不得言 伤害自己的基本盘了 但是你说说穿了 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也就是很常见的人性 就是当一个人功成名就之后 会比较飘飘然 膨胀了 飘了 有点忘记初心了 其实就是这样 一个事儿 也不是文化水平太低 人就是这样 你看马云不还是说996是福报吗 你说他说这话是不是飘的没边了 以前他说卯云都是爸爸 那时候他说那个996是福报 是不是也很难听啊 对吧 这个那个我觉得跟文化水平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人当他到达了一定事业的高度之后 他会有点看不清 就会有点飘了膨胀了 觉得自己牛逼了 我跟你说 你们要说李佳琪这话难听 我跟你们说一下 普通家庭 马化腾 马化腾说我就是个普通家庭的人 刘强东说 我这个人脸盲 根本不知道谁好看不好看 他能干吗 除了漂亮能干吗 我这个人脸盲 就是根本分清楚谁漂亮不漂亮 说实话 我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他漂亮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漂不漂亮 结果觉得人比较 这很心理非常善良和纯洁的 纯粹的一个 他娶的是奶茶妹妹 对吧 他说我不知道谁好看不好看 我脸盲 那你怎么没娶凤姐呢 对吧 刘强东那这还是名校学子吧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一句些后语叫 毁创阿里杰克马 马云出来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创造了阿里巴巴 你说你听着气不气 那我也说毁 那你 我也不说了 就是人啊 他在事业上到达一个高度了之后 就会有些时候说话 会不接地气 就会北大一般萨卑宁 一无所有王健林 就王健林不是之前也说吗 哎呀 就实现一个小目标吧 一个亿 你听了气不气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事情虽然难听 但是也不少见 就是一个常见的事情 我再说一点 夜深人静 比较可怕的话就是 那么躺平不可以 躺赢不可能 奋斗正当时 你听了气不气 脱下孔一己的长衫 这不都在说吗 好歹你还能骂李佳琪呢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尽体制 警惕高福利养懒汉 如果你觉得现在收入不高 你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 赚点外快 也可以没事开车去搞滴滴 好歹你能骂李佳琪 难道你们想的就是那种 不用怎么努力 就能找到工作 不用怎么努力 就能拿到不错的工资 就能买房 就能娶妻生子 那种生活吗 不会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 就是对李佳琪这个事情 太大惊小怪 就很常见啊 很常见啊 人性就是这样的 他身居高位 就容易脱离群众 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 像说的那个 说什么9960福报 你别说还真是 现在好多人找不到工作 对吧 我说句比较鸡汤的话 就是人很难感受到自己的优势 拥有特权的人 感受不到自己的特权 拥有优势的人 他感受不到自己的优势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privilege 有些人说 为什么我老说被X坑了 但是不说怎么被坑的 那是因为这个酒精度数 实在是太低了 真的 我也不能喝着矿泉水 在那儿洒酒疯啊 对不对 酒量太好了你 我都喝两瓶了 这怪我吗 9.5度 200毫升乘以2 我不能就着矿泉水 这耍酒疯啊 那成何剔头 我没有内涵你啊 你怎么这么玻璃心啊 对不起伤害了你 伤了你的感情 I'm so sorry 又让你生气气 健 pos 我刚刚被你挑回ся